这个勇者可太离谱 率领同伴讨伐邪恶的魔王 用大宝剑将其一招秒杀 可十年后 魔王竟然复活变成了个可爱萝莉 闻着味道找到了勇者想报仇 可映入他眼帘的只是一个颓废大叔 屋子里堆满了垃圾 勇者竟然堕落到了这个地步 魔王上前就是一顿斥责 可换来的却是一顿胖揍 复活后的魔王体内魔力不足 想暂时住在勇者家 顺便学习一下人类社会生活 买菜做饭样样精通 勇者的各个伙伴全都混得风生水起 有人做到了魔岛厅的掌管 还有人成为了邪恶组织的大佬 为了让勇者打起精神 魔王牺牲自己变成了大姐姐 想让勇者变成十年前的那个英雄 眼看曾经的同伴要生死对决 他终于在魔王的呼喊声中站了起来 他人家的祖父 他人家的街道 他在这个帮忙 他人家的城市 是人家的区域 他人家的家人 他人家的这边